歡迎大家來到菲斯特極限場 那在影片開始前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教練 教練,桌上那三款是什麼東西啊? 你問到重點了,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介紹這三款培鈴 這三款培鈴呢,是Takino為滑板專門設計的培鈴 那聽我們滑板教練說,這三款都蠻厲害的 尤其是這一款,可能是滑板裡面最快的培鈴 所以我們來開箱一下給大家看 教練,那這三種顏色有什麼差別啊? 呃,這一款白色呢,它就是一般款 那藍色的話,它是渡泰款 就是滾珠上面會渡一層泰,會更滑順 那接下來就是陶瓷款,它就用陶瓷珠去做 那教練,培鈴這麼多種,你怎麼會想要特別推薦這三種啊? 跟一般的培鈴有什麼不一樣? 這三款培鈴呢,就是它最大的特點是在於它的保持架 保持架它有做到加厚,而且具有彈性 那滑板常需要從高處墜落或是做跳躍的動作 比較有保護性,而不會用斷裂 教練教練,那這個培鈴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啊? 關於培鈴的快慢或好快呢,有三大因素 第一點呢,就是關於培鈴的這個嫌隙部分 就是我們在搖晃的時候,如果非常晃啊 就代表說它嫌隙過大 那這樣這可能就不是一號培鈴 那第二點呢,就是滾珠的材質 那像這一款陸鈴的話,就是它表面有陸一層鈴 那可以減少摩擦力,然後也有防鏽的效果 然後最後一款呢,這個是陶瓷的 那陶瓷的話,它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受溫度的影響 不容易變形 最後一點呢,就是我們上次有拍的套管影片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影片 教練,我上次有看你測試那款陶瓷款的培鈴耶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啊? 這一款陶瓷款的呢,我測試了一個月 拿來溜極限制排輪 那我認為真的是蠻順,蠻好滑的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來測試看看 好,那我覺得呢,技術部分呢,是佔七成 那三成就是工具的輔助 那我可以幫你示範工費 那如果大家也喜歡就是玩直拍輪或是滑板 歡迎加入我們